比亚迪电子0.285刚发型起 预计上半年纯利将按年升1.15倍至1.46倍 次贵纯利可达9.04亿人民币下同至11亿元 相当于期内按年增长99%至1.42倍 远高于市场预期 其余去年同期纯利为6.33亿元 集团期内股东纯利急升 受惠于主要客户份额提升 产品和客户结构优化 带动旗下、新能源汽车及智能产品等新兴业务增长 规模提升改善产能使用率 促使实现盈利大幅改善 踏入次贵 内地智能手机产量累计跌幅明显收窄 展望集团旗下安卓客户手机出货量承压可望舒缓 市场预期面对AI技术增加速发展 混合实景 NAMER技术每日趋成熟 对手机端算力的需求提升 有望推动手机的换机需求 令随着比亚的股份 1211新能源汽车销量上升 汽车业务已成为集团收入和净利润增长的重要引擎 事实上 集团近年投入大量研发推动技术创新 积极布局新能源汽车产品线 使相关零部件业务单价不断提升 集团目前在智能座舱系列基础上 分别导入智能驾驶系统、热管理、智能底盘、和原价等多个增量赛道产品 令其下互用储、能产品、则受卫生能源转型趋势 有望成为新增长量点 此外集团与同业合营无人机头部厂商 于消费、农业等不同行业的无人机领域出货量 及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机构投资者,随有信心集团执行能力可有所提升外 也看好集团旗下有关自动化业务 包括先进驾驶系统Adax 热能管理系统以及车身底盘的发展 料为其下半年股价突破上升的潜在催化剂 令集团目前正采用华为多项专利技术 例如后者的5G无快专利、鸿蒙系统及其轮710E晶片等 而集团母公司比亚迪与华为在汽车数位座舱领域上 亦已签订合作协议 据调查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中搭载智慧数位座舱 包括大平家与银家车联网Gaudier 前庄标配交付795.05万两 搭载率不足四成 序型具较高渗透空间 据研究机构AHS Market预测 内地智慧座舱市场增速将领先全球 境内规模预计将从2021年99亿美元 提升至2030年预测的247亿美元 全球占比将从2021年24%升至2030年的36% 前景汉潮建议可于调整后收集